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黑粉又来见凤插针 王一博受邀参加电竞直播赛 却被止蹭热度 最近摩托姐姐的每一天都像是在过年 之前这就是街舞正式收官 王一博又一次成为了冠军队长 粉丝们也都很开心 这几天关于王一博的物料还有很多 本来以为节目结束之后 大家想要再看到王一博在节目中的状态就很难了 但是让粉丝很惊喜的是节目组 还准备了王一博在节目中的压箱底花絮 如今王一博还受邀参加了英雄联盟S11的国际决赛直播 而且还活动中王一博还跳了一场舞 整个现场都非常震撼 这一次决赛是中国和韩国的战队的PK 王一博作为嘉宾表演开场舞的事情 竟然还让很多黑粉有了见缝插针的机会 很多黑粉先是指出王一博蹭热度 这一次电竞比赛的热度确实很高 受到了很多电竞粉的关注 而且如今电竞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 大家也都觉得电竞也渐渐成为了主流的一项职业 甚至还将被安排在大学专业课中 但是很多黑粉其实混淆了一个概念 蹭热度真的不是随便用的 这一次王一博参加节目 是以受邀嘉宾的身份 也就是节目组主动的邀请 所以这根本不存在蹭热度的问题 如今确实有很多蹭热度的现象 但是这一次如果说王一博蹭热度 真的是很荒唐的 其实凭借王一博本身的热度 更加给整个比赛锦上添花了 因为王一博的加盟势必会引来很多粉丝收看比赛 原本节目就是在全球直播的 王一博之前也有过在国外发展的经历 所以也有很多海外的粉丝基础 之前王一博主演的陈晴玲也在海外播出过 因此王一博在海外的热度也是不容小觑的 不过这一次毕竟是电竞的主唱 而且王一博本身也是很喜欢电竞游戏的 之前也作为参赛嘉宾出现在活动中 包括前一段时间 王一博还为英雄联盟献唱了主题曲 这一次的比赛不仅仅是关乎电竞 同时也关系到集体的荣誉 但是竟然有黑粉为了黑王一博不择手段 比赛开始之后 有一段时间比分陷入了僵持阶段 因为中国的战队暂时输掉了比赛 就有很多黑粉涌向王一博的个人平台的评论区 甚至直接把输比赛的原因归在王一博的身上 而且言语也非常过激 这样的行为真的让人觉得很可笑 王一博和这一次活动是有合作的 各样的黑是毫无意义的 而且还有黑粉是披着电竞粉的外壳在黑王一博 试图引战双方 这样的行为是最过分的 这一次中国的战队拿下冠军 整个互联网都被这一件事罢评了 大家都觉得非常激动 同时也很震撼 很多朋友都找到了青春 热血的感觉 越是在这种时候 黑粉的各种行为就更加的可耻 仅仅是活在自己狭小世界里 让生活也变得更加阴暗 王一博这一次在全球直播的活动中跳开场舞 又一次为所有人争光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事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再见